正式進入關於MIDI的部分 在這些教學影片裡面講的MIDI 基本上都是代表軟體樂器 Software Instruments 如果你是使用外接音源 就是有外接的硬體音源機的話 你的MIDI Check可能就是要用External MIDI 這件事可能硬體上面會稍微複雜 但是實際上用起來反而會比較單純 因為你沒有那麼多的介面要去學習 OK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Software Instruments 這邊就直接先建立一軌 然後我們看一下我們設定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這個MultiTemporal這個之後 我再跟各位介紹 Open Library這邊 我習慣是一開始打開心軌的時候 我不會打狗 因為這樣有時候會直接又跳出去很麻煩 所以就直接建立一軌 好 Anyway 它一定是跟AudioTrack不一樣 通常建立好後是空白的 所以是沒有任何的樂器的音色的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開啟我們的Library OK 這個Library是這樣喔 你可以去Key Command那邊做設定 因為它的預設Library是沒有任何的快速鍵的 好 那如果你常常需要用到的話 你就可以在Key Command那邊做一個設定 給它一個快速鍵 OK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從這邊去開關Library 然後個人覺得好像差不多 但是好像還是會稍微節省一點時間 因為你只要往 就是當你Library按打開以後 這邊會出現一個小鍵頭 好 那我再關掉的時候 小鍵頭 有這邊也有 有沒有 小鍵頭 OK 然後我們來往下看 然後這個時候 你就會發現這邊就是有Large Pro 一開始預設的一些音色資料庫 那譬如說我們選取一個Drum Kit 就一套鼓 然後就會漏進來 然後基本上這一次Large Pro 其實還蠻聰明的 它會自動更換圖示嘛 本來就會 但是 我有測試過 就是如果你換到一些第三方軟體的音色的時候 它也會跟著相對應的去更換圖示 那我猜應該是直接是根據那個音色的名稱 然後去找到是相對應或最接近的那個圖示吧 OK 當我選好任何一個音色 它這個相對應的軌道就會自動把你把音色給揉進去 譬如說鋼琴 有沒有 就會自動揉進去 然後圖示也會自動更換 然後有一些鋼琴它會有Multi-Check 有沒有 Check-Stack 譬如說這個音色其實是把鋼琴跟Bass合在一起 然後 我們先來試試看囉 如果我們要讓它有聲音的話 因為我現在是Notebook 我沒有接MIDI鍵盤 如果你有接MIDI鍵盤的話 基本上你只要一彈 就會有聲音 那這個時候我要順便直接再介紹一個東西 叫做 在LG Pro裡面的一個小的音樂鍵盤 就是 Command K 你就會叫出來 其實這次的鍵盤其實不太小 好 那 那 然後你就會有Bass的聲音進來 然後如果你要高低八度的話 就下面ZX 這一次的排列組合不太一樣 以前的高低八度是在上面的數字 現在是在這邊 哦 按到了 好 有沒有 好 在低八度 好 它就是等於低音的部分是Bass 高音的部分是鋼琴 好 這邊就可以單獨去控制它們兩個音量平衡 好 那譬如說 我開鼓的話 好 Check 一下 有沒有你就有聲音進來了 非常的 方便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 這次的這個 其實不知道 我覺得還是要看個人習慣 那我覺得 雖然比較大 可是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好那你就可以 個人建議就是 只當你在開始 想要工作之前 我覺得可以先花一點時間 把 Large Pro X裡面 預設的所有的音色 都先聽過一遍 我覺得這樣的話 你之後再工作起來 就是 就不會花更多的時間 再去找音色 因為 呃 你會知道說 有什麼音色可以使用 你的腦袋那個印象裡面 會比較快速 而不是在那邊 就是一直在瞎找 然後瞎聽這樣子 OK 這就是關於 軟體樂器的介紹 然後 樂器軌的介紹 還有 以及這個音色庫 對然後 再來呢 我們知道這邊 他每一個 你每點一個音色 你看 他相對的 就會有一群 plug in 譬如說 這一軌就會有很多效果 去插入 還有 send送出去 好 所以呢 你就會知道說 在Large Pro裡面 所有的設定啊 都是針對 channel strip設定 譬如說 他可能掛了一個音色 這個是他的音色的來源 原始的聲音 他可能加了compressor跟EQ 他是把 隨便所有的音色列表 都是做成channel strip 就是 整個軌道儲存起來的一個設定 所以他可能有一個音色 呃 同樣的音 呃 譬如說同樣的 吉他的sample好了 他可能掛上不同的效果器 他就會變成 不同的音色了 所以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 各位要有這個觀念 就是可能 你今天只有一個鋼琴 可是你可能 透過了效果器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另外一個音色 所以 在Logic Pro X裡面的 音色的 的概念 是用這樣子 所以各位要 稍微有一點概念 OK 這就是軟體驅軌 跟 音色資料庫 還有我們的小鍵盤 謝謝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